年轻人 以前演的全是英雄 硬汉 大侠这种角色 以前演的全都是什么英雄 硬汉 大侠那种角色 我的家里其实是最怂的一个人 地位也不怎么样 比狗高一边 对 这个大一个美国的维持人 这个剧作家寄刑 编曲试解写 他的真正名是沈腥海 其实就是显星海这个人物 然后最让我感动 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是 我相信是很多人 都不为所知的 他最后五年的这种 颠沛流离的经历 跟他所创作的这种 辉煌的一种成就 我对显星海的了解 就是对他的音乐 有他的了解 因为我小时候爱唱歌 然后父亲也教过我音乐 小时候演出的时候 就唱过显海先生的作品 接到这个电影以后 我在想比如说音乐家 就有音乐家的范儿吗 不是 我首先要把他演成 一个真实的人物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需要去磨合 比如说语言的沟通 工作上习惯上的沟通 甚至服装化妆上面的沟通 比如说化妆 比如说他们的粘胡子 所有的用的那些东西 跟我们用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然后怎么去粘胡子 他们也会过来去学我们 怎么去勾胡子 我对哈萨克斯坦 一点了解都没有 真的是一点了解都没有 发了资料以后 我才知道哈萨克斯坦 是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的 然后他们拍过的一些电影 是什么 跟他们合作完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国家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而且是跟中国最近的一个国家 应该算是 看机遇吧 然后现在一些跟 特别是跟美国合作的 这些中国演员们 很多演的戏 边边演演的一些角色 我觉得这并不叫合作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合作 要合作的话 还是得深入地合作 但最关键的是 先把自己国家的故事讲好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我的一份坚持吧 最关键的 作为一个表演者 作为一个演员 必须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而且有些可以把控的角色 你要去演 没有把控的角色 我觉得没必要去碰 迎合观众 我觉得并不是一条 唯一的出路 自我的坚持 我觉得才是有价值的 不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跟家人一块出去旅游 然后跟朋友们 一块吃吃饭交流一下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在家看片子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